世界杯首场俄罗斯5-0沙特,普京和沙特王子进球瞬间的表情互动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,是本近世界杯排名垫底的两支队伍,在前媒体比喻这场揭幕战为蔡西胡卓,但是俄罗斯的表现却让人意外,以5比0的比分大胜沙特阿拉伯,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历史最大分叉,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, 俄罗斯对每次进球,导播第一时间都会给普京和沙特王子一个镜头,前两球两人还会寒暄互动,后来沙特王子就一脸冷漠,普京只得无奈摊手,12分钟,戈洛文助攻,加金斯基投球破门,拿下本届世界杯首力进球,普京立即向沙特王子握手致意,沙特王子虽然内心不一定好受, 但还是立刻做出礼貌性回应,43分钟,斯莫洛夫进区右侧停球传给哥罗文,哥罗文再传给切里舍夫,切里舍夫进射破门,俄罗斯2比0领先,这时候普京和沙特王子一直在弹笑风声,五个手指的意思是5比0,没问题吗? 71分钟,替补商场89秒的酒吧,利用自己1米96的身高将球用头送进球网,比分扩大为3比0,沙特王子苦笑解释,普京鼓掌完,又一个无奈摊手的动作,队员今天这么给力,我也没办法,不是第一分钟,切里舍夫一角世界波,将比分变为4比0,不是最后一分钟,俄罗斯获得前场任意球, 哥罗文一角将球越过人墙打入死角,比分锁定为5比0,沙特王子,一脸冷漠,完全不想理会普京了,揭幕赛被创造历史最大分叉的记录,相信赛前怎么也没想到吧,现场观战必然不好受。